结婚后 我成了一名全职妈妈 我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我的家庭 结果却换来他们所有人的嘲讽和嫌弃 我的婆婆和她跳光场舞的姐妹说 整天就知道伸手要浅 白吃白喝 可要点脸吧 我的丈夫和她的同事说 算了 我家那个现在就是个黄脸婆 带她去参大酒席没面子 我的儿子把身上的脏衣服脱下来扔给我 给我洗了 我听见她和她的同事说 你妈妈好厉害啊 我妈妈什么都不会 一天只知道打我 我咽下所有苦水 毅然决然打算回归职场 顺便清理清理门户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结婚前对我客客气气的婆婆 如今是这样一个态度 吃完午饭 我看得天要下雨了 考虑到去跳广场舞的婆婆 没有带伞 我拿上伞 去了她跳舞的地方 刚走近我就听到了 他们在议论我 张太太 我听说你们家媳妇 以前是个高材生呢 我的婆婆听完后 非常讽刺地笑了一声 高材生 我呸 整天就在家里混吃混喝 像什么样子 每天养的那两条死狗 在家里面晃来晃去 看得着烦 我拿着伞的手慢慢握紧 然后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今天要是我不来 我还不知道她对我意见 居然如此之大 当初可是她第一个 同意我辞去工作的 是她亲口说的 男婿呀 以后你就在家里养着 让宇州出去工作之行吗 辞职的时候 很多人劝我 女人不可以没有事业 可我以为我家里会好人家呀 现在想想 真是当时的脑子 真的是被驴踢了 我刚到家 外面就下起了暴雨 约莫五分钟后 我的手机响了 是我那嫌弃我混吃混喝的婆婆 我听那手机的来电铃声 心中闪过一丝抱负的快感 我站在窗边 看那外面风雨飘摇的树 突然觉得 这些树好像我 没得枝叶 被修剪得光秃秃的 看了一眼 就不想再看第二眼 手机铃声停了 室内重归安静 我看了一眼 躺在狗窝里 酣睡的两只小狗 要是没有他们两小只的陪伴 我可能早就抑郁了吧 但的小时候 婆婆回来了 一进门就大声地嚷嚷 男婿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 你是聋了吗 我抬起视线 扫了一眼 被淋成落汤机的婆婆 语气淡淡 没听到 手机静音了 何春见我的态度不好 愣了半秒后 又重新使唤我 那你给我去拿块毛巾 我忍得心里的烦躁 站起来给她递一块毛巾 然后转身回了房间 我看了穿过柜上 儿子的照片 内心又回归了平静 还好 我还有一个爱我的儿子 我还有一个贴心的小棉袄 看了一眼时间 还有一个小时 就要去接她了 我打开手机 一眼就看到 刚才婆婆给我打的 那十几个电话 随后点开了微信 以前的同事 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南旭 看到你的面子上 我可是把那单子 让你你老公了呀 改天一定请我吃饭 我回复了一个 好的 我起身去了洗手间 看了一眼 如今打扮素雅 素面朝天的我 我的脑海里 蹦出来了两个字 保姆 我像结了这家人的保姆 我苦笑一声 果然人不工作 就是容易胡思乱想 我早早地就去到了 儿子的幼儿园 刚刚下完雨 空气中带着凉意 幼儿园的老师认出了我 是夏时序的妈妈吗 我微笑着点头 是的 外面那么冷 离孩子放学还有一段时间呢 你先进来等一下吧 出门拿了儿子的外套 却忘了自己的 我现在确实有点冷 好嘞 谢谢 进去后我问老师 他们这会儿是在上课吗 现在应该是室外活动的时间 您可以去看看的 我点了点头 反正待着这里无聊 我去了他们课外活动的地方 一眼就在人群中 看到了叙叙 想得不打扰他们 我绕到了他们的后面 那里有一道屏风隔着 孩子们看不见我 走近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应该是在玩 类似于过家家里游戏 叙叙说 你想要什么职业 和他玩游戏的想到还说 我想当厨师 因为我妈妈说 他做饭不是很好吃 我长大要做饭得他吃 叙叙思考了片刻 我妈妈做饭很好吃 听到这句话 我的嘴角勾起一抹笑 不很快 我的笑意就僵在了脸上 因为叙叙又说话了 可是我妈妈每天都在家里做饭 除了做饭 她什么都不会 每天就在家里 打我 几乎是瞬间 我的呼吸好像是停滞了一般 我的心脏猛得臭痛 眼泪不受控制般 顺着脸颊滑落到椰林里 为什么 所有人都可以说我 叙叙不可以 下时叙 我妈妈很厉害的 她经常带我去参加宴会 下次你可以和我一起去 好呀好呀 我听出来了 那孩子的声音 他是徐杰的儿子 我曾经的下属 我紧紧地捂着自己的嘴 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好狼狈 我连出去奔她的勇气都没有 我像一只老鼠一样 躲在依岸黎音沟里 身上散发着被臭水沟腐蚀的气息 零零零 我被下颗铃声吓了一跳 我快速离开了这里 回到了幼儿园门口 老师察觉到我的情绪后问我 夏妈妈 您怎么了 没事 可能是有点着两望 孩子们拍了对七七的出来 叙叙来到我身旁的时候 我有些恍惚 这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骨肉 是我放弃工作 在家照顾的儿子 路上我问他 叙叙 你喜欢妈妈吗 叙叙嘟了嘟小嘴 妈妈不打我 我就喜欢听到这句话 我的眼眶又控制不住的红润了 那你想妈妈出去工作吗 听到工作二字 叙事抬头看了我一眼 可是妈妈 你什么都不会 我呆愣在原地 原来我在我的孩子心目中 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怪不得他衣服上染上巧克力酱后 他会直接脱下来丢给我 然后毫不客气地对我说 丢我喜了 在他的眼中 我就理所应当是 比他洗衣服的那一人 他只是把我当成了一个保姆 是爱让我一次次对他纵容 让他对母亲这个角色 有了错误的认识 今天还真是一个幸运的日子 一下子让我看清了 我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 回去后 我没有一丝犹豫 打开了我的电脑 发送了那份简历 晚上下雨中回来了 和往常一样 喝得烂醉 一回来就拉着我叙叙叨叨地说着 我和你说 我今天拿下了一个大单子 你的那些前同事 也不过如此嘛 我皱着眉头扶着他 被他身上的烟酒 气熏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你怎么又喝那么多 凭见我不满的语气 下雨中甩抬我的手 发酒风一般地朝我吼 喝点怎么了 我拿下一个单子 你不应该对我高兴吗 给你钱花 你兵得捧着我嘛 我看着这个结婚时 我下定决心 要和他共度一生的男人 此刻却觉得我识人不清 是他求我 让我在家当全职妈妈 是他向我承诺 要对我一辈子好 要挣钱对我花一辈子 可如今的他 每天都在破我 言语中处处彰显的 他的优越胆 要是我告诉他 这单生意 别人是看到我的面子上 才给他的 不知道他是什么表情 我费力地将他扔在床上 打算着这样 让他睡一个晚上 这时候我的婆婆 居然进来到我们的房间 语气不满 难续 语粥喝那么醉 你就让他这样睡 你把他衣服换下来洗了 然后给他用毛巾擦擦身子 然后去煮点醒酒汤 等他醒来 听完这一系列的要求 我深呼了一口气 曾经自己给自己的编织的美梦 被打碎后才发现 现实居然如此的残酷 我难续向来不是什么 让人拿捏的人 除非是我自愿的 可经历了这么反转的一天 我不干了 妈 你说那么多 要不你来 我今天去接叙叙的时候 找两望 半衣传染给你儿子 我今晚去课房睡 说完不等他反应 我就拿着我的睡衣出门了 婆婆和春在身后大喊 南旭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给我回来 通 我使劲将客房的门扫上 隔绝了那些嘈杂的声音 这时候 手机上的提示音响了 我拿起来看了一眼 我的简历通过了 通知我明天去面试 是我的老东家 他们的办事效率 一如既往的快 第二天 夏宇宙在头疼欲裂中醒来 我送完叙叙后回来 就听见婆婆在告状 宇宙啊 你这媳妇是要造反啊 昨天不给我送伞 你回来后 把你扔床上 她就去寇睡了 夏宇宙烦躁了 揉了揉头 妈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你们这些婆媳关系 不要让我参与 我适时地开口 是啊 妈你有什么 可以直接和我说的 不用向宇宙告状 何称看见我后 脸上闪过一丝干大 倒是夏宇宙 维持着一副 好老公的样子 过来拉我 好拉老婆 别和我生气 昨晚是我不对 我冰呆喝那么多 下次不会了 我冷笑一声 以前怎么没发现 夏宇宙这么窝囊 婆媳关系的关键 难道不是 她这个扭带的作用吗 想着下午要去面试 我也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现在的我 没有什么话语权 好了 吃饭吧 下不为例 我没想到 蓝面是我的 居然是徐姐 她见到我时 一点都不意外 甚至还有些高兴 老大 你终于回来了 我看呢 曾经那个 跟叫我身后请教的姑娘 如今已经能够 独挡一面了 心里有些 五味杂陈 她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但她却没有 放弃自己的工作 别叫我老大了 如今的我已经脱离 职场好多年了 徐姐摇了摇头 在市场部 你永远是我们的老大 我知道 一定会回来的 为什么 徐姐笑了笑 因为你是男婿 听到这话 我的心好像又重新跳动了 不同于往常 现代的这颗心 是鲜活的 是为男婿而跳的 我回到了市场部 不过不是市场部经理 我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 徐姐对我很照顾 她向市场部 但同事介绍了我 这是男婿 我们新来的同事 想必大部分的人都认识她 我向他们微微汗手 这里的人大部分我都认识 我听见有人小声地问 她是谁呀 怎么感觉 老大很开心的样子 她呀 她可是老大的老大 以前市场部不败的传说 她的市场营销记录 至今没有打破 我需要一段时间 来试验工作的强度 暂时把我安排在了 徐姐的手下 这样其实也很好了 徐姐硬是要拉着我出去吃饭 说结束后可以一起去接孩子 可我刚坐到饭桌上手机就响了 喂 南婿你去哪了 家里来了一些老家的客人 你还不回来做饭 合称的嗓能不小 我看了一眼坐在我对面的徐姐 我知道她听到了 眼神对视间 她主动起身 对我小声地说 我去打湛水 带她走后 我的嗓音冷淡 我今天在外面和朋友吃饭 不回来了 你们自己解决吧 说完不等她说话 我就挂了 我看在面前 咕噜噜沸腾的火锅 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没有工作 所以合春才敢这么使唤我 发什么呆呢 我的思绪被徐姐打断 我伸手接过她递给我的湛水碟 老大你居然会做饭 我笑了一下 知道她是在说刚才听到的话 以前不会 生了孩子后慢慢就学会了 徐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好了 快吃饭吧 今天是恭喜你重录职场的宴席 别的我能不说 徐姐举起手上的酒 恭喜你重唤新生 我的心里咯噔一声 有什么东西在沸腾 我举起自从生孩子后 就没有碰过的酒杯 谢谢你 徐姐 这顿饭我吃得很开心 因为聊天的话题是我们自己 结束时 早已经错过了接孩子的时间 不过我们提前和老师打了招呼 孩子已经被徐姐他妈接回去了 走啊 去我家接你儿子 喝了酒脑袋晕乎乎的 我点了点头 去到徐姐家的时候 徐姐正和他儿子玩得很开心 走了 徐旭 徐旭不舍地和他的小伙伴说了再见 徐姐送我们出了门 临上车前 我听见他说 老大 什么时候都不要都气重来的勇气 车上下石区一直很不安的 他捏着鼻子 一脸嫌弃地看着我 你喝酒了 臭死了 我好笑地看着他 你爸爸天天喝酒 你怎么不说他臭 你又不是爸爸 我最喜欢爸爸了 酒意上头 听到这话我突然觉得恶心 你喜欢你爸爸 那以后让你爸爸送你去上学吧 怀胎十月生下来的骨肉 到头来最讨厌的人 居然是我 既然这一家人都容无下我 那我还有什么好顾虑的 刚回到家 我就闻到了一股很新的味道 满屋子都是啤酒瓶 还有烟头 下石区刚进去就捂着鼻子 啊 好臭 妈你快把这些扫干净 我看得满屋子的狼藉 换多是以前 我肯定已经任劳任怨地开始收拾了 闲臭啊 自己收拾啊 下石区听到我的话后 东窥地大哭 啊 你快把这些收拾了 奶奶 奶奶你在哪 何春听到下石区的声音后 从房间里出来 我留意到 他看我的眼神有些不对 他好像不是很想和我对视 哎哟 我的大孙子 这是怎么了 下石区崩溃地抱着何春 奶奶 你快让妈妈把这些都打扫了 好臭啊 我看了一眼何春 你人那些亲戚走了 何春视线一直不停地 往厨房的位置撇 走了呀 这不还来不及收拾 我一会收拾 你先带叙叙去睡觉吧 嗯 居然不让我收拾 是出反常必有妖 我单手拎着下石区的衣领 走 睡觉 下石一脸不服地看着我 坏妈妈 我讨厌你 哦 那你讨厌吧 我也讨厌你 魔法打败魔法 我会让你知道 你讨厌的妈妈 为你付出了多少 下雨周 最近这几天都没有回来 说是最近工作忙 不知道又去哪里喝酒了 想起我的两只狗 今天还没喂 我拎起狗粮 往狗窝的地方走 没有理会正在收拾屋子的何春 跳跳 闹闹 出来吃饭了 平日里 我一叫他们俩 就蹭蹭蹭跑出来了 今天怎么没动静 跳跳 闹闹 想起刚进门何春的眼神 我的心里突然有些不安 我快步走到了狗窝的地方 看清了里面并没有他们两个 我扭头冲进厨房 妈 我的狗呢 东 何春手上的一口锅冬的一声 掉到了地上 一锅肉 汤洒了一地 何春 慌慌张张地 抄起一旁的扫帚扫着 狗 不知道呀 我今天没看见他们 做了那么多年饭 我对各种肉的样子了如指掌 眼前这一锅 撒出来的肉 一看就不是寻常的猪牛羊肉 想起刚进屋 闻到了那一大股味道 我的身子一软 伸手扶住旁边的墙壁 我颤抖着嗓音问他 这是什么 何春眼神闪躲 这是 这是老家的亲戚带来的肉啊 撒了就算了 倒了吧 说完他慌张地 铲起地上的肉 想要倒进垃圾桶 刚到垃圾桶旁边时 他却停住了 我想起来了 垃圾桶满了 我去重新找个袋子 我强忍地一把推开它 打开了垃圾桶 只一眼 我的眼泪不受控制般 砸到地板上 那垃圾桶里 都是毛 是跳跳和闹闹的毛 何春见我发现了 大言不惭地说 你那两只狗一天 在家吵死了 宇州他舅舅在老家 经常吃狗肉 就宰了招待他了 我的脑袋一阵轰鸣 呼吸都感觉停滞了 他是怎么说出 如此残忍有恶心的话的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我掏出手机报了警 110吗 有人杀了我的狗 何春一听我报警 顿时慌了 南旭 你别不是好歹呀 都就是两只狗吗 大不了让我儿子 买两只还点你 你居然敢报警 我没空听他讲话 我捂着嘴 看得地上的一锅肉 哦 我冲出厨房 冲进了洗手间 哦 像是要把我的五脏六腑 连同的对这家人的 我心都吐出来一样 我趴在洗手池吐了半天 我听见何春说 漆 装什么 至于吗 我慢条丝里地 抽了一张 抽纸擦了一下手 然后转身快步走到他的身边 他 大掌声响彻整个屋子 何春捂着脸 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看着我 男婿 你居然敢打我 我一字一顿地看着他说 打的就是你这个丧心病狂的疯子 何春崩溃地大喊 烦了你了 我要打电话丢我儿子 说着他就掏出了手机 哭哭啼啼地说我打他 让他马上回来 我懒得听他在这里 豪桑转身回了房间 警察来之前 我都不想看到他 不过刚打他手机 我都收到了一个视频 原来是因为拿下了那个单子 夏宇舟故意请客吃饭 想要彰显一下他的优越感 给我发视频的人是徐姐 没想到他也在 视频里的夏宇舟就一个字 双 以前没见过他在职场中的样子 原来这样的令人作呕 宴会上有人问 夏总 过几天有个酒会 要不要带嫂子来啊 听说嫂子以前可是很厉害呢 夏宇舟手一挥 一忍不满地说 什么厉害不厉害的 她现在不照样是家庭主妇 再说了 她现在像黄脸婆一样 待她出事没面子 我紧握着播放视频的手机 我听到徐姐为我说话 夏宇舟 你这样说南旭 你对得起他辞职 在家做一个家庭主妇吗 论能力 你不如南旭的十分之一 夏宇舟一脸不屑地说 那又如何 通 我将手机砸到地上 好啊 夏宇舟 原来让我辞职什么的 都是骗局 这笔账 实在好好算算了 夏宇舟 几乎是和警察一块到的 一到家 她又戴上了 那个深情的面具 她过来拉我的手 发生什么事了 叙叙 怎么连警察都来了 我甩开她的手 对警察说 警察先生 这个女的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杀我的狗 我调出了手机里的监控视频 递给其中一名警察 视频里 何春和一名男子 合力按住我的狗 然后用棒子将他们敲晕了 接下来的片段 我没有勇气看 别开了脸 夏宇舟的脸色难看 妈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何春这下子慌了 你舅舅说想吃狗肉 我没想那么多 这犯法吗 一旁的警察皱着眉头看监控 何春女士 你涉嫌妻害他人私有财物 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何春瞪大了双眼 这才不是什么私有财产 这是我儿子买的狗 我冷笑了一声 是吗 夏宇舟 夏宇舟央求会看的我 叙叙 要不算了 我重新给你买两条 这好歹也是你的婆婆 我看了这张我刚刚认清的虚伪的脸 你难道不知道那两只狗 对我意味着什么吗 我查获抑郁的时候 要是没有跳槽和闹闹 我恐怕没有本事走出来 我不同意和解 警察先生 麻烦你们把他带走吧 何春大惊失色 指着我破口大骂 难选你这婊子 你吃我儿子的 助我儿子的 现在居然要报警抓我 你不得好死 我吃笑了一声 何女士 您怕是还不知道吧 这房子 可是我难逊买的 您儿子可是一分钱没出 夏宇舟听到我说这话后 脸色更加难看了 难逊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也是 你还是先着急一下你妈吧 你 何春被警察带走了 夏宇舟着急忙慌地跟着出去 留下另一名警察 和我站在原地 我和他相视一笑 刚才一进来 我们就认出了彼此 周怀末率先抬口 好久不见啊 老同学 我苦笑了一声 是啊 好久不见 让周景光看笑话了 周怀末严肃地看得我 你打算怎么处理 毕竟她是你婆婆 我坦然迎上她的视线 当时是依法处理 她马上就不是我的婆婆了 我在她的眼中 看到李母赞赏 接下来的几天 应该会很热闹 我把夏时序 送到了我爸我妈那里 说明了情况后 他们很生气 当初我们就说过 没必要为了家庭放弃工作 你孩子的价值是自立自强 而不是寄人篱下 我假装委屈地对他们说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处理 这段时间 你们把我带好夏时序 但是不要对他太好 什么都让他自己来 我要让他知道 没有妈妈是什么日子 爸妈知道 夏时序现在的状况 以及他对我的态度 知道了 保证完成不作为任务 我看着他们笑了一声 接下来就该完成 去赴留子的任务了 我将这些年来 备养跳跳和闹闹的金钱 都算了账 去开了书据 然后向法院递交了材料 和春和夏宇周选择了上诉 以为这样就会有转机吗 只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 我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居然这样责任 都推给了夏宇周救助何彬 何彬也主动承担了责任 说狗是他杀的 厨房里没有监控 确实不知道杀狗的人是谁 可我不信和春没有参与 就算不是他杀的 也一定是他教唆的 法庭上 我看得何春那好像脆了毒的视线 淡定地说出 我不同意和解 最后何彬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何春则需要偿还我一定金额的赔偿 以及精神损失费 从法院出来后 夏宇周来找我 叙叙 这次事情是妈和舅舅不对 你真的不能再宽容一下吗 毕竟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拿出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递给他 以后就不是一家人了 夏宇周将在原地 不敢相信地看着我 你要和我离婚 为什么 我好笑地看着他 夏宇周 吸眼够了吗 求我成为一名家庭主妇 你的那点凶心满足了吗 我看得他瞳孔放大 似乎视线闪躲 你在说什么 我懒得和他废话 签了吧 不签就反应见 这时候何春突然冲上来 给了我一巴掌 我一下子没有躲开 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巴掌 反应过来后 我没有一丝犹豫 点了夏宇周一巴掌 他 巴掌声吸引了进出法院的人的视线 夏宇周 你妈有病症带去治 别放出来到处咬人 这巴掌打在夏宇周身上 比打在他身上 更让他难受 毕竟 夏宇周就是他的脸面呢 和春气的脸都发抖了 指着我呼吸急促 你以我无情地打断他 得了 不会说话就别说 记得把欠我的钱还给我 哦 对了 记得从我家搬出去 我老有兴致地看着他 想必他已经知道 他住的房子 是我全款买的了吧 而且是我的婚前财产 这时候 我听到一个人叫我 南旭 我朝声音的方向看了过去 是周怀墨 伤你一段路 这里不好打车 好呀 说着我就上了周怀墨的车 游下在原地呆滞的夏宇周 和无能狂目的河春 车上 周怀墨将一瓶冰可乐递给我 敷一敷吧 我接过可乐 有些意外地看向他 都看见了 他挑了挑眉 你们动静那么大 想不看见都难 周警官怎么会来法院 来拿点资料 刚好就碰到了 我点了点头 空气中有一丝干大 家的微信码难续 毕业后 我们好像都没有联系方式 我掏出手机 好啊 说是烧我一段路 周怀墨把我直接送到了家 谢谢你啊周警官 改天请你吃饭 荣幸之至 回家后 我找了换锁的人 然后找了搬家公司 不久 我就接到了夏宇周的电话 南旭 妈说 你把锁换了 你有必要做得那么绝吗 夏宇周 那是我家 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我收回我的房子 有什么问题吗 电话对面的人 对我噎得有一瞬间停顿 随后语气无助地问我 真的要离婚吗 续续 我那么爱你 我冷笑一声 别 我可担不起 你爱的是你自己 夏宇周 明早明正局见 你不来 我看不起你 这时候 我听见电话里头 似乎是有什么人在讲话 随后 我便听到了 何春的声谜 南旭 我告诉你 离婚可以 续续必须要归我们家 你一个全职妈妈 根本抚养不起续续 哦 是吗 那打官司吧 南旭 你 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 最近我回公司的工作强度有点大 不过好在都能胜任 刚想讨下休息一会儿 我的电话又响了 我心想这家人直至阴魂不散 拿起手机一看 居然是旭续的电话手表 喂 旭续你怎么还不睡 旭续语气委屈 妈妈 我好想你 你什么时候来外婆家 我挑了挑眉 看来爸妈最近对她不错 怎么了 外婆没有和你说吗 妈妈去工作了 妈妈要赚钱养续续呀 听到这话她彻底崩溃了 妈妈我错了 我不要你去工作了 续续要你陪着我 我嘴角的笑意明显 续续乖 过段时间妈妈就去接你 法院开庭很快 法庭上 夏宇舟和和春 揪着我没有工作这一点 无限放大 我和我的代理律师 平静地看着对方 据理力争 带他们说完后 我的代理律师问 说完了吗 说完的话 轮到我们补充啊 首先 你们所说的我方代理人 没有工作 这一点不成立 我方代理人于一个月前 已经重回了职场 且收入不低于南方 再加上我方代理人 有五年全职妈妈的经验 完全有能力抚养孩子 我看了夏宇舟和和春 不相信的表情 得意地笑了 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他们 那当然是因为我不想错过 这么有趣的一幕呀 最后 法官说什么要征求孩子的意见 续续对我妈牵着入场 这段时间 她长大了很多 面对法官的询问 她说 我想跟着妈妈 妈妈以前照顾我那么辛苦 现在徐世长大了 我也要照顾她 我看得徐世欣慰地点了点头 这才像我的儿子嘛 探觉的结果显而易见 徐世被探贬了我 下雨周则需要每个月出 两千块钱的抚养费 和春本崩溃地朝徐世喊 徐世 我是奶奶呀 这是爸爸 你跟着爸爸好不好 徐世倔强地摇摇头 表示不要 出了法院 我又见到了周怀默 周警官 你跟踪我 周怀默看着我笑了笑 如沐春风 你说是那就是吧 送你们 不用了 我开车了 徐世拉着我的手摇了摇 妈妈 这位叔叔是谁 我低头摸了摸他的头 这位叔叔是警察哦 你喜欢警察吗 徐世眼睛都放光了 真的吗 叔叔你好帅 周怀默凑过来摸了一下叙叙的头 改天叔叔带你去玩好吗 好呀好呀 我眯着眼睛审视他 周怀默 我没记错的话你和我同岁吧 没结婚 周怀默摆摆摆手 一年前刚离 对方想我工作太忙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他又补充了一句 我没有孩子 视线流转间 他看着我说 我很喜欢叙叙 都是成年人了 我怎么会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我慢慢凑到他的耳边 月代聊播地说 我喜欢 搞事业 随后 我们两人同时笑出声 余光 我看到下雨中愤怒 又无能的眼神 一年后 我的事业蒸蒸日上 我又回到了我曾经的岗位 现如今的我和徐杰平起平坐 我们俩成了市场部的两枝花 这天部门聚餐 刚进餐厅就看到了 我们对家公司居然也在这里吃饭 隔着老远 我就感觉到 一道视线一直落在我身上 我坦荡地朝那个方向看去 那人却又将视线移开了 我轻笑了一声 还真是一个懦夫 听说他这一年过得很不好 手上丢了好几个单子 当然 丢到的单子都在我的手上 我们聚餐的桌子 就隔着一个屏风 声音大点 双方都听得见 许是为了对我出气 曾经看到我面子上 把单子 比下雨中的那人站了起来 像是喝醉了般 老大 有件事情 我不吐不快 想当初我看在你的面子上 把单子让给 让你你的前夫 你说要请我吃饭的 什么时候兑现 他嗓门很大 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包括隔壁那桌 我笑了一声 端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 你这话说的 现如今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大笑了两声 滑不着地说 好啊 老大不愧是老大 这话说的 我都没有办法反驳 这天晚上 我们喝得很尽兴 结束时 下雨中冲出来 叫住了我 南旭 我挑没看着他 有什么事吗 他吞吞吐吐地说 最近过得好吗 我轻笑一声 好吧 你看不出来吗 他干大地眨眨眼 那个 你同事刚才说话 我听到了 你怎么不和我说 我摆摆手 不用放在心上 以后又不会了 这下他更尴尬了 我不是这意思 我只是 我只是想向你道的歉 我眼神 看向朝我这边开来的车 嘴角勾起一抹笑 不用了 我先走了 周怀默打开车门 过来扶住了我 一脸无奈地说 又喝这么多酒 虽是责备 但与其里尽是宠溺 我弄母嘴 不行吗 他脱长阴调 行 我们家你强人 干什么都行 回去给你准备了 醒酒汤 周怀默将我扶上车 在我看不见的视线里 他给了下雨周一的眼神 车上我拧开 下雨周的杯子 喝了凉口水 叙叙睡了吗 再就睡了 我今天带他去练拳了 小家伙还挺能闹腾 我将视线看向窗外 穿流不息的车辆 缓缓移动 满黄色的灯光 打在脸上 我缓缓出声 周怀默 我那么不顾家 你会觉得不好吗 他几乎是没有犹豫地问我 那你搞事业开心吗 我点了点头 开心 你开心我就开心 爱人如养花 我希望你能成为你心中的样子 你越厉害 我越骄傲 但如果哪天你累了 你可以放心地将你的后背交给我 我会为你撑起一片天 我看着他笑了想 那你恐怕要等到我退休 那行啊 那时候我照样可以为你撑起一片天 周怀默 嗯 我们结婚吧 好啊 荣幸之至